自去年贸易战以来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大有破裂断交之势 特朗普在节目上接受采访时表示 或许将会切断美国与中国之间所有的关系 而就在昨天 一条有美国各大媒体报道的消息 似乎正在验证这个假设 报道中指出 美国政府将会出令禁止所有中国航空公司 飞往美国的载人航班 此条限制令将于6月16日生效 但是也有传闻说 现如今特朗普立志要与中国对抗 因此这条限制令可能会更早生效 该政策如果真的出台 则将会大量切断两国之间人员的流动 加之之前 因为中国民航总局的五个一政策 以及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禁止移民入境行政令 双方夹击下 两国之间的交流基本将会停摆 此次美国官方解释 其禁止中国航班的行为 是因为中国政府违反了两国之间 关于国际旅行的协议 在美国疫情爆发期间 出台了五个一政策 阻止了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恢复跨洋的飞行 而这些航空公司要处在6月1日恢复服务 但是中国官方因美国疫情原因 宣布将五个一政策至少持续到6月底 因此美国此次行为可谓是对中国五个一政策的最后一击 随着全球疫情的逐渐好转 中国其实也开始逐步恢复往返各国之间的航班 可是唯独对美国的航班实行严格的管控 前几日 中国民航局宣布将建立绿色通道 允许新加坡 韩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和瑞士在内的八国航空公司的国际客运包机 申请飞往中国 这样可以减少航空公司的损失 还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从现有计划的每周134班国际航班 6月可能翻几倍增至到每周407班 但目前尚不知增加的航班是哪些 但很显然 名单中并没有发现美国的航空公司 与此同时 中国方面开始陆续派出包机 接留学生回国 驻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网站 5月29日发布的通知 国航CA564临时航班已获准美国运输部复批 目前正在办理机组人员及随机医护人员的入境手续 显然中国已陆续派出包机接留学生回国 可是据申请的留学生提供的信息 对于庞大的申请名额来说 这点运力也是非常有限 并且如果申请了留学生 中奖获得登机资格 航空公司的通知也非常的急速 今天通知明天登机 使得很多留学生来不及准备登机 到现如今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究竟如何踏上回国之路呢 根据中国民航规定 符合五个一的中美航班可以继续通航 目前符合五个一的中美航班有 国航洛杉矶往返北京的航班 每周日飞 东方航空 纽约往返上海的航班 每周三飞 厦门航空 洛杉矶往返厦门的航班 每周一飞 南方航空 洛杉矶往返广州的航班 每周日飞 目前这些航班 疫情期间只能在 起义航空公司的官网上订票 并且据网站显示 八月底之前 所有航班都已收工 除了吃飞以外 在别的国家转机也面临各种限制 如果选择在日本 韩国和欧洲转机 这些国家允许当日不出机场转机 而香港六月初起 恢复部分转机航班 目前仍不允许转机去中国内地 台湾 菲律宾 目前不允许转机 加拿大转机者 必须有加拿大签证 所以持有加拿大签证的人 可以考虑在加拿大转机回国 因为疫情的原因 回国之路异常艰辛 但是这种情况 肯定不会持续很久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头部的经济体 是不可能切断所有关系的 特朗普这些针对中国的制约政策 从某种层面上讲 也是为了重振美国的经济 希望两国领导人 可以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从大局出发的同时 也要考虑普通公民的生存状况 并且相信随着疫情的好转 两国之间的关系 应该也会有所缓和 最后 小编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理性购买机票 切勿在微信群内 通过任何未经认证的途径 购买高额机票 请登陆航空公司 官方网站进行购票 以免上当